台北股市 甚至在盤中都有出現 像這樣一個集點的跡象 目前為止11點鐘 下跌26點 盤中最高漲13點 來到了11657 這個是再創新高了 也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 這一路以來的台股 不斷每天都在創新高 當然今天的一個走勢 跟前兩天做比較來講的話 相差比較多 因為前兩天都是一個大漲格局 今天開始出現了 有拉回這樣的一個格局 而且成交量是有放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預估量 今天預估量已經到了1700億的 這個成交量不斷不斷的放大 當成交量越來越大代表什麼 代表交易越來越熱弱 好 交易越來越熱弱的狀況下 風險它就會逐漸的加大 這個成交量通常是這樣子 行情都是從沒有量漲到有量 不管是指數還是個股 股票 你會發現它都出現同樣一個邏輯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都沒有量 沒有量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都不注意 大家都不想做 但是它是從沒有量漲到有量 然後漲到有量 開始往下跌的時候量又再縮下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循環 我想請問大家 這個盤結束了嗎 你看到了這個下跌 是不是就確定結束 我想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一度的認為說 這個盤是有可能結束 但是後來發現卻沒有 我們的一個看法就會比較謹慎 目前為止我們不能看到跌 就是說這個地方已經確定結束了 這個盤是今天出現了 比較大的一個賣壓 這個跟美國股市是有關係的 昨天的一個美股其實也沒有什麼跌 昨天的稻窮還上漲了30點 繼續創新高 因為美國股市也創下新高 但是你給它做比較來講的話 跟11月4號 11月的4號漲了100多點 昨天11月5號小漲 所以其實我這樣說好了 目前為止美國股市的一個走勢 它也不用什麼跌 它只要小漲 一般來講就會引發台股的短線的賣壓 因為其實現在這一波 到目前為止 投資人越做越短 有任何風吹草動 它可能就先賣再說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像跌的時候會出現這樣子 跌的速度很快 那很快的狀況下 就像早上跌很快又再拉上來 跌很快又再拉上來 其實你會發現 它會有所謂的一個賣壓存在 這個賣壓通常都是短線的賣壓 它還不是長線的賣壓 為什麼我會說 它還不是長線的賣壓 也就是說 你從籌碼部分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到今天為止台幣 它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貶值 這一波台幣從8月份 都是出現了大幅度的一個升值對不對 這也是帶動了為什麼這一波台股 攻上了1萬1000點 主要就是說資金 它在不斷的流進到台灣來 那這些是由外資所推動的 外資資金匯入到台灣 進入到股市 所以台幣沒有出現大幅度的貶值 就像這個地方貶值一樣 其實台股它不容易出現大幅度的一個回檔 那這個大幅度回檔就會造成 比如說我這樣說好了 台幣如果貶值 那代表資金在匯出 那資金為什麼會出 因為股票被賣掉 股票被賣掉才有資金做匯出 台幣才會做貶值 這個連動性各位應該清楚了 所以從目前的籌碼的角度來看 其實並沒有發現資金的一個退潮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短線上面的 短線上面的怎麼講 應該是有人獲利回土吧 或者是有人入貸為安 或者是看到股票 可能一跌了趕快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北股市太高了 我怕出現了崩盤 所以一有風吹草動 那很多人就賣掉他的一個 手上的一個持股 所以目前為止 雖然今天的一個震盪架構 但是整個多方沒有改變 那個多方什麼時候 有可能出現改變 那我們回到了我們這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以來 我們跟各位講論述 因為其實從10月份以來 整個台股 它是屬於金金掌的一個格局 這個金金掌格局 我們曾經跟各位講過 它叫做階梯走掌的一個格局 階梯走掌格局就是說 你每天的低點必須往上做墊高 你有沒有發現 除了高點創新高之外 低點又持續不斷的墊高 那只有這個低點被跌破了 被跌破了 短線上的K線接低走掌才會結束 所以目前為止 從這邊來看的話 它這邊是兩個缺口 包括這個小缺口 所以同樣的 如果說今天的一個大盤 就是加權的部分要轉弱 要轉弱 我們就來看昨天的低點就好 昨天的低點是11576 也就是說 今天不管它怎麼震盪 今天最低到11601 好 我剛剛講的是11576 不管它怎麼震盪 只要在這個11576的範圍裡面 基本上多方就沒有結束 就是目前為止這個階梯走掌的格局 它就沒有結束 這樣很清楚嗎 不要看到跌 看到震盪 就認為說多方結束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陷入到我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曾經看到這樣陷阱 後來我發現不是這個樣狀況 那大方向的話 剛才講的是K線型態的階梯走掌 那如果是以大方向來看的話 就是這個上升趨勢軌道線 這一波從1018以來 有一個上升的趨勢軌道 那這個上升的趨勢軌道線 只要沒有被跌破 假設啦 假設未來做拉回 沒有被跌破的狀況下 它其實都還是多方 所以你如果問我說 目前為止整個台北股市的大方向 是不是多頭 絕對是多頭 這個地方它目前為止 它不是空頭 那你說它高不高 它其實很高 有沒有可能哪一天或隨時結束 有可能 我怎麼知道說 會不會等一下就跌破了呢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部分跟2330台積電其實會有關係的 台積電什麼時候出現的拉回 那它可能就台股短線上的階梯走掌就結束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跟各位講了 走到目前這個位置點位 已經不是用技術分析去預測這個點數的高點在哪裡了 沒有人可以預測高點在哪個地方 會不會突破12682 還是不會突破12682 這個我們要一步一步看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 我表示那現在操作股票呢 大趨勢方向多方 可不可以做股票 可以操作 我這幾天都還在買股票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把我們原本獲利的股票 獲利入袋 那空出來的資金 我就可以再佈局新的股票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我們先把大盤講完 所以整個大方向的結構 我認為只要這個趨勢線沒有被跌破 其實未來就算有出現拉回來 其實都還是多方 還是會有股票輪動輪漲 這個是加權的部分 那OTC我們也來講一下 貴買指數 各位可以發現今天的OTC跌幅比較多 OTC今天已經跌了快 將近快一個大點了 快一個大點了 它的架構跟大盤會比較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來 各位你們看一下今天的 我回到今天 今天是6號 今天是6號 是這邊 好 來 這一波以來 OTC也是一個階梯走長的格局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稍微放大一點給各位看 這是到目前為止 現在11點鐘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準備要來回補這個缺口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 因為現在是11點鐘還沒有收盤 如果我們假設好了 今天收盤就是這一根K線 或者更低 就是不要拉尾盤 不要拉尾盤 那這個地方就被跌破了 這個低點就被跌破了 好 代表什麼 代表階梯走長就有可能進行的 出現了一個結束的狀況 所以OTC的部分的話 短線上的K線是有比較弱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有量粗的 今天成交量量粗的狀況下是 在K線型態的話 目前為止看叫吞噬型態 所以OTC指數 現在OTC指數剛殺這一波 它也要像大盤一樣拉上來 至少拉到什麼地方 我們給各位點數好了 OTC在這邊 好 昨天的11月5號 低點是在146.19 146.19 現在多少 跌在145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OTC要收得比較好看一點 它不要跌破146.19 如果跌破146.19代表什麼 代表從K線型態來看的話 OTC有出現短線 短線 大家強調一下 短線轉弱的跡象 短線轉弱就是表示說指數會進入震盪 有些股票會進行調整 漲多的會拉回 有些股票會跌 但是不代表是走摳摳 為什麼 一樣 它跟我剛才講的 加權指數的看法是一樣的 這是這一波OTC指數 貴買指數的一個上漲的軌道 那如果短線出現了 轉弱的一個跡象狀況下的話 只要這一個上升軌道線沒有被破壞 我認為就還是多方 我認為就還是多方 所以股票部分 它會進行輪動的一個表現 有的股票會漲 但是有個股票就會回檔 會拉回 這部分的話你要自己去拿捏 因為我不曉得你是什麼樣的一個 股票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給各位做這樣的一個提醒 不管台股在哪個位置點位 我們還是跟各位強調 只有控制風險 才有資格談獲利 好 那你一定問說 那現階段這個地方 要怎麼控制風險 其實這幾天我一直在找一些 低基期的股票 可以讓會員買進去 就算大盤出現了拉回 相對比較安全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它通常會有一個型態 我昨天節目也有講了 一個就是至少是一個上升的軌道 是一個上升的軌道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基期位置比較低 基本面相對也OK 這樣的股票在接下來 它就有機會進行所謂的輪動輪漲 舉個例給各位看 我們再來休息 你一定會覺得說還有股票可以做嗎 有 我們舉的例子是 我帶會員操作的一個案例 範例給各位做說明 這是11月4號 今天是6號 也就是前天 前天去買進的一檔股票 好 10.39分 4105東洋 4105東洋 好 80.8左右一樣 市價買進1 3分之1資金 我們買進的時候一定都是買進1 3分之1資金 買進要不要設停損 要設停損 停損設73.97克 好 這是我們帶給會員的一個動作 那這一檔股票為什麼會去做買進的動作 一樣有它的理由跟原因 我們大概講給各位看 這是今天東洋表現 目前漲5毛 好 這是它的一個走勢表現 我稍微把它縮下來看 你們發現東洋好像已經漲很多了對不對 好 我們先講一下 現階段要買的股票 它一定有一個標準的心態 就是它必須逐步的墊高趨勢是往上走 好 這個是叫做60日MA 也就是這一條移動平均均線 現在移動平均均線開始往上走了 開始往上走了 好 再來 我簡單給各位這樣子畫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東洋本身它目前短線 就是從9月份開始到10月份 它是這樣的一個上升軌道 它是這樣的一個上升軌道 所以符合我沒有買的條件就是說 第一個在技術型態來講 它是呈現一個多方的 好 那你又說 這個位置點是不是相對比較高了 其實你仔細給它做比對 真的高嗎 真的高嗎 你仔細去比對一下 過去的位置點位 到現在的東洋的基期的位置點位 也就是說如果你把圖形放到最大 你會覺得 怎麼長那麼多 但是你回頭再來看 它長期的一個走勢來講 這地方類似像在一個打底的狀況下 是不是有一個所謂打底的跡象 那短線上它的一個所謂 季線又開始往上彎 又形成了一個上升的一個趨勢軌道 所以相對基期來做比較來講的話 請問現在到底是高還是低 你認為現在是高還是低 關老師帶會員我們有一個做法 我們在買股票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是不會去做追高的 因為追高風險高 你只要追高其實你會產生的一個風險的一個狀況 其實就比較高 就比如說好了 3105穩貌很強啊 對不對 很強啊 它這段時間以來不斷的創新高啊 但是你在這個地方再去做追價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 10月28號來到343.5這個位置點位 好 很多人亮出來了 因為那天有2萬多張 代表什麼 代表有人賣有人買 很多人買了嘛 開始開始去追價了嘛 好 你買在340以上 到今天為止剩325 你相對的產生的那個風險性就會比較高 如果它繼續漲的話 回到你成本那當然很好 但是如果不是呢 它反過來開始做下跌的動作呢 你會套牢在高檔 所以現階段對我而言 我的操作 我就是必須幫會員找這種BG期的 那你不要認為沒有 有 前天我們才買而已啊 11月4號才買而已啊 對不對 好 你可能會覺得說 它漲不多啊 對不對 韋保斯買進 我們買多少 我們再來看一下80.8 那到今天也才81.5 81.6而已啊 好像沒有漲很多啊 好 我們剛買的股票 不希望它漲很多 而是沒有人注意的時候 你看 買進的時候的位置點位 相對的整個基期位置比較低 等它後來開始做表態 等量出來了 大家都去追價的時候 我們再把股票賣給其他人 這個就是真正股票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方式 我們提供給各位 就目前為止的話 我認為比較安全的做法 就是去尋找基期相對比較低的 那這個股票還有沒有 有喔 有喔 我們一直都在尋找 找到了我們就叫我們會員去做布局的動作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廣告過後繼續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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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 清除資深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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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你如果是在1萬點做進場 好 好 好 你那麼在意大盤的話 一般來講都是針對於做期貨指數的 如果你是做期貨指數的 我認為現在就好像賭場 說實在的 你在這邊你要做長多 很難 長到1萬1600點的你要做長多 你要在這邊做放空 又好像不對 每次放空又被嘎 對不對 其實現階段你做期貨來講 賭博性質成分會比較大一點點 相對的你的失誤率 以及你的虧損的機率 會比較大一點點 其實正確的一個投資觀念 並不是這個樣子 微博老師認為 真正的投資觀念應該是 先控制風險 把風險控制好 你才能夠去談獲利 每一檔股票你要買進去的時候 你要去計算 你有可能產生的風險性有多少 就跟我們帶會員的股票一樣 你仔細看我發出去的訊息的每一通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架構 就是我們會去設定一個停損 當然這個停損是我設定的一個基礎 也就是說 這個是先讓我們的會員知道 如果我們舉例 沒有到停損如果它出現轉弱 我一樣會通知會員賣掉 不一定說我們就是以這個停損 但是這個停損是最基本的 也就是說我要把風險控制在什麼 控制在最小 所以當我們買進去當股票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這樣做 就是設一個停損 這是最近買的 我把最近有買的股票 給各位大概都看一下 這是在11月1號所買的 這是11月1號所買的 因為這是比較高價股249塊 當時候3611的鼎漢 好 11月1號 我們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鼎漢今天漲2塊 目前漲2塊 其實今天盤是因為受到了這個大盤 或者是OTC指數拉回 很多都是震盪 好 來 你看一下 唯保老師所買的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 基期位置相對都是比較低的 我不會去追這種高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頂漢的位置頂位 我們是11月1號這一天做買進的 這一天 我們來對一下訊息 11月1號的時候 在10點24分通知3611的頂漢 249元 市價買進三分之一資金 我講過了 我們一個會員等級 最多就是買三檔股票 所以我不能超過 那一定就是三分之一資金 你買那個0.5成買一成 其實就算賺錢 其實賺的都不多 來 重點來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停損 一定都會設停損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做買進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去設停損的動作 它絕對不可以破停損 比如說這個上升軌道線好了 它也是一個相對的停損位置頂位 這個低點也是相對的位置頂位 這個低點也是相對的位置頂位 所以你的停損你怎麼設定 其實就很重要 那我們在買進的過程當中 設停損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風險 因為我不可能說 百分之百一定對嘛 如果對我就壓百分之百資金 我甚至去借錢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真正股市合理的投資報酬率 不是像各位 你們看到其他老師那樣子 漲停板 然後每檔股票 幾乎每次買進都可以賺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不是的 一波下來可能就是百分之二十的獲利 那這樣百分之二十的獲利的話 它可能需要花了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的時間 美國的股神叫巴菲特 巴菲特的年化投資報酬率到去年 只剩下一年百分之十九點九一 連百分之二十都不到 這已經是非常非常厲害了 所以我們追求的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投資報酬率 但是你在操作過程當中 你要以風險考量為第一 就是說你當你買進的時候 你設定好風險 249元做買進 買進了之後 它開始往上漲 往上漲了之後要怎麼做 往上漲之後就要開始設定停利了 因為買進的那個時間點是設停損 但是當賺錢 你就要開始設停利點 你不能讓賺的錢又變回去停損 那就會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提供給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當然微博上看雙手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一個行列 我會帶你來操作 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的一個盤中解盤 就先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一個收看 預祝各位操作勝利 拜拜 無不當制裁與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緊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更精彩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海股直播室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盤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點開始 正清鎖定運通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侵犯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侵犯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侵犯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偷偷跟你說喔